白菜的白菜头啊 我给煮了 就是清水煮的 清水煮的 我把这白菜叶 我给切了 切了我 我这也没别的东西 还有点龙门米醋 这米醋都见底了 然后我用点开水 涮了涮瓶子 把这醋倒在这里边了 这醋 然后呢 我这有盐 我又往里放了些盐 放了些盐 我这还有糖 然后我一拌 你说这么大早上 你为你拌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这是土沙拉 土沙拉 你看谁瞪着小眼呢 谁在这瞪着小眼呢 谁在这瞪着小眼呢 这破孩子可坏了 特别馋 你看 我给他拌的这白菜 他就不吃 他就不吃 这白菜底下是狗粮 给他狗粮 他不吃 这都是好的白菜 其实啊 当然我刀工有点差了 我刀工有点差 嗯 他必须吃 我拌的这种 如果我没 什么都没有 光是给他掀白菜 他就不吃 这小丫头都让我 给灌出毛病来了 嗯 我这拌的吃吗 这拌的他就吃 首先这白菜好 嗯 这白菜你街上买不来 那买不来说呢 你你这不是缠我们吗 不是缠你们 你多交点好朋友 是吧 你别老那个 我就说的心胸太小 跟战狼似的 见谁咬谁 嗯 其实你谁也咬不着 就是窝里横 哎 你要是像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时候 是吧 就自信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朋友不是花钱买来的 啊 不是花钱买来的 是靠你的为人 是靠你的为人 就能把朋友给争取来 花钱买的不是朋友 花钱买的 买的买的男的 叫买凶杀人 买的女的叫嫖娼 嗯 这个刚拌完了 不能吃 为什么呢 他得过一会儿 一有盐呢 他就 我们老说 这盐杀得很 这盐是所有的 所有的调料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盐 嗯 你买盐 买醋的时候 千万别吐便宜 说这醋多便宜 这醋你又不是买回来 一瓶都给喝了 是吧 又不是一瓶都给喝了 这醋你每天一点一点的 哎 来日方长 嗯 来日方长 我一说来日老有流氓 老是笑 就说 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 来日方长 嗯 所以你 你 你买一 是便宜了 那天 你高兴了 但你每天吃的都是坏的醋 嗯 我这就不一样 是吧 嗯 其他所料我就不割了 嗯 然后你看 我这个有甜味有咸味的 我闺女 我一扳好了 她就来 嗯 她不吃东西的原因是 昨天哈 昨天那个 苹果妹妹 就卖苗苹果的 给我快递一只鸡来 我鸡我就挑最好的肉 一个鸡腿给我妈了 一个鸡翅板给我妈了 我妈是那个农民呢 一说吃鸡就说吃鸡翅板 吃鸡腿 我吃了一个鸡翅板 一个鸡腿 剩下一只鸡全给我闺女吃了 她把这一只鸡一吃了 你想想 她就消化不良了 她这大鸡狗 嗯 大鸡狗 嗯 但是我不能给她这种佐料多了的 她越吃这佐料多了 她越成静 这白菜一会儿中午 我用水一煮 你看我的白菜 多精细 我一个菜叶都不扔 嗯 这光鲜太阳暗 我打开灯啊 这个呢 这个 还不吃啊 反正爹疙瘩了啊 你就吃肉吃多了 别破孩子 嗯 这个狗啊 你跟他在一起 他不会说话 他很可怜 很可怜 嗯 很可怜 很可怜的不仅狗 老人都可怜 老人因为他不创造财富了 嗯 就靠那点退休金 就靠那点退休金 还有的人比如我妈就没退休金 我妈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她就没退休金 她特别勤俭 嗯 原来那个有保姆 我妈说省了吧 另外我妈一辈子劳动人民 守着一保姆 她受不了 嗯 文革的时候 我爷的保姆 那时候我们院有好 啊 四五个保姆 我爷那会儿 有修房的啊 张瓦将啊 有油漆将啊 有拉登拉三轮的 红眼老高 就住慎思互通啊 就是现在住那刘司令 他们家对门那地 红眼老高 是给我爷爷拉三轮的 后来一闹文化大革命 发动阶级斗争 全他们全来揭发我爷爷 我妈就特怕保姆 说一会儿 我揭什么什么 嗯 我让保姆照顾我妈 啊 说 你妈那洗澡的 那个热水器坏了 得换胆 我说你就换 完了我给你钱 啊 换胆 说得整个都换 我说那你就换 换完我给你钱 嗯 我一直以为换的挺好 昨天我一个姐姐 她给我送了一个大木盆 大木盆 洗脚的 嗯 很深的一个木盆 成都的名牌 还给我那个药粉 我呢 就拿我妈那洗澡的那个喷 那莲蓬 我想啊 结果发现那个水哈 只有五十多度 嗯 五十多度更不用说 我一开那个 那莲蓬啊 都过期了 全裂了 那水呀 滴滴答答滴 滴答答滴 地到处都市 就是不朝正前方 滴 我就弄不懂 哎 我说妈 这个他们给你修半天 这个热水器 给你又换胆 又换盘 又换 换了半天 你没洗澡啊 他说天太冷 那个洗澡的那个喷的 那喷头都是个坏的 坏的你他妈瞎 那些他妈保姆 瞎他妈跟我吹牛逼 吹牛逼 说你给我妈换了脸碰了 换了什么 换了洗澡 那叫什么 热水器 你他妈不是骗我吗 那个还是特早的时候 我买的呢 是王大夫给我买的 王大夫都去美国了 所以那个中途怎么换 我也没记得 因为我不会买东西 我就觉得 那个然后昨天我就想 我让谁买啊 刚那姐姐刚给我妈买的大木桶 我妈特喜欢自己把药 拿一个小锅 把那药草药啊 在那个药粉 在那个锅里煮 说这锅我不做饭的锅 然后煮完了 用那热水 我妈的 我不说中医西医 我都我认为就是治病就行 瞎那是瞎 中共就是 不是 不是中国 我瞎说哈 啊 那个天朝 严谨帝就好战队 一干嘛就拉帮结派啊 结党赢私啊 就是我们一会一会 我不管什么 啊 炮脚总是好的 嗯 我妈就拿那个开煮开水 煮了一锅煮的药 煮完药自己泡脚 哎 我我马上一看 我也不好意思让我给买大木盆 这姐姐你再给我买喷头 是吧 是吧 他已经帮我那换了一个洗澡的那个淋浴器了 淋浴器 北京的水太硬 里边有碱 过几年你就得换那个胆 胆换几年就得整个换一壳啊 因为我们这些东西都说是什么 我原来那个洗澡的是四姐给我买的 叫美国史密斯 说奶奶时候就用扯他妈蛋啊 能用五年就算不错了 然后正好苹果 卖苗苗苹苹苹苹苹苹的苹果妹 给我送又给我快递了 三香苹苹苹苹 我忍不住 我就跟他多话 我就说你会买那个 网上买那个莲碰吗 他说什么莲碰啊 我说就是洗澡使的那个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 你看 科乐 这是最贵的牌 德国牌 我知道这牌 我说你给我买最简单最便宜的 我妈也不知道什么牌 他说买一个科乐 这德国的 什么好东西都现在都在中国制造 我们设计备老 我们规规矩矩照着人家造就行了 是吧 用不着摸着石头过河 是人类历史长河五千年 大家都这么走过来的 你老摸 你老摸着石头 你是想过河 你还是想摸石头啊 这是个特报 你看你说明书 有好几种文 是最简单的 我给我妈 我给我妈给 安生 安生 说这会儿你得拍摸 这会儿我妈 我让她多睡会儿 我就不去吵她 我都给我狗闺女做饭 是吧 等我狗 等我一会儿 再去我妈那儿 我就说呀 人 尤其一个 一个正常的人 你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能欺负动物 是吧 动物有好多诉求 嗯 它不吃一定是 它不舒服 一会儿我得带它 散散步 几天没散步了 为什么 它吃了骨头啊 吃了什么东西 哎 它就不消化 它就出去走 不然它拉在那屎啊 好几天才能拉下来 都是那种 钙化了的 白的啊 那骨头都被狗肚子里边了 嗯 嗯 你看这 它这肚子 你看看这 都老了 老了 大夫跟我说 夏天的时候说 你把他毛给剔了 夏天给他拔牙 做手术头 做心电图 啊 然后说 冬天它就涨了 长得屁 它十二岁的老狗了 它长不出来了 你看它多可怜 它的皮都是这样的 嗯 它相当于一个狗 它在现在相当于一个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跟我妈的年龄相当 我妈也是 刚才我就说 一辈子家庭妇女 她没有退休金 嗯 没有退休金 所以她就特别勤俭 她不像 我这刀逼刀 刀逼刀 哈 那个 还有人打赏 哈 那个 我妈就 特抠门 然后那个 她 什么坏了 她就凑合自己用 她也不说 她也不说 要不是 要不是这个 嗯 信基督教这姐姐 给我妈买一大木盆 啊 那时候 这买木盆 是怎么回事呢 我妈的腿啊 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呢 她要吃一种药 那种药呢 我就开不来 嗯 我们单位医院 没有这个 我也静脉曲张 但没那么严重啊 然后 我们单位没有 北大医院 没有 人民医院 没有 协和医院 没有 我才知道 我妈吃的那药 是街道 街道那种 给她们这种 没工作的家庭妇女的 的一种药 那种药呢 药是我 我就不信 啊 我就跟鲁迅似的 鲁迅他爸 鲁迅 鲁迅说 他爸就是被中医致死的 药 我就不信那药 哎 但我妈就信 而且她吃 就是说 就管用 啊 后来别人跟我说 最管用的还不是吃药 是泡脚 泡脚 我自己也泡脚 我泡脚啊 但是我就没想到 我妈泡脚 我就不孝顺 啊 我就 然后那个 信基督教那个姐姐 她就给我快递了一木盆 说你把这盆 给你妈洗脚 哎呦 我说 我都六十多了 我给我妈洗脚 哎 我就我就把那大木盆 就搁 搁在我妈那了 说是木盆 不对 应该是木桶 啊 我们现在洗脚都用盆 那个洗脚是桶 啊 我就不 我妈还没起床呢 我就不到我妈那去展示 那大木桶了 那个木桶 里边还有药 药说 你把这药 用热水 热水 最好是暖瓶里 一整暖瓶的开水 一漆她 就像漆茶似 她就化了 我就把这药 跟那盆全割我妈那了 我妈呀 就是妇女 还特要隐私 你知道吗 她卫生间的厨房啊 都不许别人进 说我们家男人不能进厨房 就不让我做饭 嗯 其实我做饭的道理都懂 我妈那厕所也不让别人进 以前我爸用我妈那厕所 我妈都讨厌 我妈有洁癖 而且不愿意别人进她那厕所 我就把那大木桶 和那个那堆那堆药 全放在我妈厕所 厕所那个马桶边上了 昨天我偶然进去 一看我妈在那煮水 我说煮 你煮哪锅 煮什么东西 这么怪味 说我煮泡脚的药 嘿 我说 我给您这个 给您那个 您都不喜欢 您怎么居然喜欢 基督教姐姐这木盆 你干嘛不用那个 不用那个热水器 那开出来的热水 一冲不就行了吗 我妈说 你不懂 那热水器出来的温度不够 我就不信 我不听了 我就把那热水器一开 首先温度真不够 只有五十度 五十度 我手都觉得不烫 怎么能把那药粉呢 再一个 就问题就接着来了 我发 发现那个喷头 那个花洒 那个淋浴 那水刺面乱滋 原来那个东西 早就早就老化了 裂了 那是四姐当年 给我买的一个叫 乐加吧 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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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盘 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 我又不会买 我就想 我不能 那个基督教姐姐 刚给我买完大木盆 我再让人给我买喷头吧 我就顺便 那个苹果 那苹果妹妹 我就说 你会买喷头吗 你帮我买一喷头 她就给我买了这么一个 最贵的德国喷头 可乐喷头 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些 目前还有点价值的人 对你边上的弱势群体 老年人 和不会说话的 也不会说话的这种孩子 跟爹握握手 你让他说 有事跟爹说 他也不会说呀 是吧 他不会说 是他生理上就没有说话的功能 老人也是 不愿意给咱惹麻烦 不跟咱说 你以为买了个热水器 哥那儿就一劳永利了 不是 不是 得去沟通 得去关心 不然都让那些中介 你说 他说换了胆了 换了壳了 换了什么 换他妈屁 你换了半天 连喷水那个喷头 都裂成那样了 根本不往外流水 你换个屁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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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